對於林鄉跟李多惠都可能不續約這裏 哦 其實這一點我是不清楚 續留與否還是要等球團他們那邊 就是正式公佈以後才知道 有別的隊來要約你嗎 欸 哦 沒有耶 哈哈哈 怎麼會 沒有耶 無以軒鬥林鄉李多惠推隊內幕 沒其他球團找超殺煙 還怎麼會 我們就是每一年都會有新的合約這樣子 你這樣你確定不在放球嗎 欸我不知道耶 欸 等球團公佈 超人氣樂天啦啦隊員林鄉和李多惠的續約問題 目前動向未明 粉絲超得沸沸揚揚 十八號同隊樂天隊友 無以軒和微全龍的怡方 一起出席遊樂園活動 當然逃不過這一題 對於林鄉跟李多惠都可能不續約就很難 其實這一點我是不清楚 續留與否還是要等球團他們那邊 就是正式公佈以後才知道 他有問過他們兩個嗎 沒有 對 我們有聊天的群組 然後那時候有揪 可能要一起去滑雪啊 然後時間都沒有達到這樣 是不是 就是會閒聊啊 所以不會顧問這幫工作 合約的事情 對 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大家 都有那個 去留的自由意識 而且合約它就是不能公開的吧 對 對 相信一定是深思熟慮才會走下一步 那不管未來怎麼樣都是彼此祝福這樣 這樣跟李多惠會影響你跟籃籃的動向嗎 好像不會吧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個體啊 來籃籃喔 目前應該還是會 因為他也算是蠻喜歡棒球的 對啊 要離開這個生態我覺得 我覺得除了人生規劃之外 一定還是有很多捨不得 這個舞台 對啊 有別的對來要約你嗎 欸 喔 沒有耶 怎麼會 沒有耶 已經序了嗎 目前是還沒 但是就是合約正在你訂中 對 會序呢 對 我自己的期望是我想要看到樂天泡彩蛋 對對對 我是自己有給自己一個期許在 每年2.08你在想聽他 欸那還是就 有夢最美 先沒關係 兩萬之一啊 接著聊感情好了 吳苡萱去年11月才和交往5年的男友分售 事後和舊愛在街頭被拍 以死覆核 有跟男友去過哪些遊樂園啊 蛤 欸 欸 不過雖然現在單身 但我可以舊一方去 對啊 是不是 好朋友可以去遊樂園 還是有聯絡 是不是這樣 蛤 被拍到了 對啊 對 因為我們有那個工作上的聯絡 我們那時候剛好是在講我們經營美甲店的事情 所以 目前的話 就是公司上還是有聯絡 對不對 對 目前沒有這個打算 有其他的對象嗎 追求者 沒有耶 被你們寫成這樣 怎麼會有 沒有啊 開玩笑的 哈哈